现在很多爸爸妈妈都会保留小孩的期待 拿来做印章 除了做纪念之外 有人认为他有开运的功能 像是用他来帮小孩开户 可以帮孩子带来钱财 而另外也会用胎毛做成毛笔 期盼孩子长大可以文武兼备 金字幕合一打开 里头有毛笔印章印尼 这可是现在新生儿最夯的纪念品 婴儿三宝 就是有小朋友的印章叫一宝 开毛笔叫一宝 跟他的一些刚出生的基本资料 跟刚出生盖的脚丫都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简称叫婴儿大三宝 原章是放期待 是代表开户才用的 依照小孩的生成八字 会搭配不同玉石 把头发或是期待放进印章模板 再灌胶 把它完整封在印章顶部 店家说一般原型印章 可以用来存折开户来招财 而方形头发印章用来定契约 有手材功能 另外也有胎毛笔 象征裁员客业平安 这张每个期待印章都是如一无二 订单量可是年年成长 师傅都是利用好的时程在做刻印 所以我们可能都会配合小朋友 一些刻印的时间 下去选择适合我们翻农民里 开户的日子 都有做啊 胎毛笔啊 期待印嘛 对啊 现在流行的 会啊 会啊 会享乐今天 因为小朋友跟我们头发都很珍贵啊 有开运的日子 不会有吧 那个就留着当纪念还好啊 有没有开运功效不知道 但父母都想替宝贝孩子留一份纪念 虽然现在少子化生育率大幅降低 但这种新生儿伤机可是越来越好 明星新闻 热军周辰辉台北报导 明星新闻 热军周辰辉台北报导